好的 大家好 我是伟大爷 哎呀 我有一个女儿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女儿不是很快乐 在她刚两岁的时候 就有朋友推荐我 让我给我孩子报什么早教班 里面有一项是教会孩子被圆周律 两岁呀 孩子还没有派大呢 还有什么游泳课 让爸妈陪着一两岁的孩子学游泳 半年过去了 孩子没学会 我现在游得可快了 这我就想啊 爸妈跟在旁边孩子学游泳 孩子怎么可能会学会啊 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父母在不远游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 现在还有什么情商课 三四岁的孩子就可以上 两万多块钱 老实说啊 这个就是从小培养孩子成为射牛 社交达人 不做社恐 你就想想你生活中 有没有这样的射牛朋友啊 我脑子里只想起了一个人 徐志胜 老实就在那儿说呢 你想到了没有啊 你的女儿长大之后 就是她的样子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去上这些课 不是因为钱啊 不全是啊 我想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真的 我跟我老婆就一商量决定在今年暑假把我的孩子送回到我的老家去 让他接受最朴素的教育 我的老家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 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过的 我小时候非常简单非常快乐 我每天就是特别简单 就是跟我姐姐他们一起跳皮筋 一头拴树上 一头拴我身上 他们一跳跳一天啊 我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后来丢沙包 沙包里面放的都是玉米粒啊 我姐他们拿沙包丢我 打在身上可疼了 但是这个游戏特别促进孩子的成长发育 我不到五岁就开始换牙了 就是你的家乡会给你很多的惊喜 我在上海迪士尼排了两次队 没有给我女儿买到的林纳贝尔 我在老家赶集的时候买到了 买熊大熊二宋灵大贝尔 回去之后 我孩子第一次在院子里看到了鹅 我非常的喜欢 我妈一看孩子喜欢鹅 当天晚上就把鹅给炖了 鹅到死都没有想明白 下午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吗 真的 我爸妈知道孩子喜欢这种小动物啊 第二天就说带我们去县城的动物园去逛一逛 我之前也没有去过 新开的 我说行去吧 然后我买票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动物园的门票只需要十块钱 我说十块钱的动物园门票 我不会在里面看到狗吧 进去之后发现我还是想多了 狗都没有 你们逛过家禽市场吗 就是里面任何一个动物 我妈都会顿 然后我孩子想进动物园想看老虎 老虎没有 想看大象 大象没有 想看狮子 狮子没有 真的 我妈给她的解释你也想象不到 我妈给孩子的解释是说 啊 想看老虎啊 哈哈 老虎它灭绝了 狮子灭绝了 大象灭绝了 我说妈 你比大自然可残酷多了啊 这么一会儿灭绝仨了 我说妈 咱耐心一点啊 咱得配合孩子 不能这么吓唬孩子 我妈学得也很快 过了一会儿孩子想看长颈鹿 我妈就说 啊 想看长颈鹿啊 长颈鹿啊 她吃树叶去了 我孩子就问 奶奶 那我们为什么不吃树叶呢 谁说的呀 奶奶小时候也吃过树叶 啊 那现在我为什么没见到你们吃过呢 啊 你想看吗 想看一会儿我让你爸吃给你看 我赶紧把孩子拉过来了 我说想看长颈鹿是吗 我告诉你孩子 长颈鹿 长颈鹿他灭绝了 我说别聊了 再聊一会儿你爸也灭绝了 我孩子现在比之前开心多了 真的有人就问我说 伟大爷 你把孩子送回老家 每天这么玩 你不怕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 说实话啊 怕 但是我更怕我的孩子不记得这个起跑线 我就跟我孩子说 家乡才是你真正的起跑线 我跟他说完之后 我孩子也真记住了 现在别人问他 你老家哪的 他都会说 啊 我是河北起跑线的 谢谢大家 我是伟大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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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